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聊到了这个产品设计,我们聊到了这个用户的数据平台管理 我们聊到了整一个客服,我们聊到了整一个邮件营销 我们了解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就发现这个小四妹跟以前比是有明显的变化 这明显变化是指 应该说这行业进化到了下一个阶段 大部分还是在进入独立战的朋友 他其实还是考虑他,我先完成一个原始积累 这原始积累包括我的初始团队 我的运营团队,我的产品团队 我的供应链,我的技术,我的流量池等等 现在很多进入独立战赛道的朋友 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 阿米你别跟我说讲那么多东西 我现在先解决有无的这个问题 我先要完成有无的问题 所以我们邓公所说的 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好猫 我这独立战团队我得有 我的运营得有,我的技术得有 我的打法得有,我的广告账户得有 我的收款得正常 前两天又在刷屏 鸡堆人取着牌子去paypal 去找要申诉了 说paypal把他们请来吞了 然后过了没多久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例子 一个广州的广告代理商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跟另外一个独立战算是鼻祖的 战绩卖家的鼻祖开始互相撕逼了 还打到官司了,打官司还不单止 还互相举牌 是吧,互相发帮耳圈 我说这件事情 不就之前在平台上面见的非常多吗 大家都想着只是快速的去做流量的 去收涨的时候 你的原始积累 可能积累下来的是 老板可能想的比较简单 我先赚一笔钱 我首先在解决自己的财富问题 而在基础上呢 我已经有基础的积累了 我有这个用户的积累了 我有数据的积累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去做升级 我要去换血 是吧 我忘了是谁在哪篇文章讲的 也不知道是那个到底是不是源头 就某一个资本 忘了应该是红杉资本还是ITG 说一家公司的DNA 在它头18个月的时候 就基本上注定了 在18个月以后 它成或不成 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 我觉得讲这个话的人呢 有点绝对话了 就一家初创公司 他18个月是不是决定 他所有DNA 不一定 对吧 今天你们天天吹捧的这个虚印 在头18个月的时候 男生学长天 许老板就想到今天能做到千亿市值吗 美金哦 是吧 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 想去做一个什么有趣的事情 赚钱也好 或者个人兴趣也好 所以什么18个月决定所有DNA 我不完全认同 不完全认同 但同时 这18个月的这个改变它自己未来的这个成长 有一定的道理在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现在 我们在深圳跨境出货电商也好 还是在深圳以外的跨境出货电商也好 我们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换血 对吧 以亚马逊为例 现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又来找我 找我什么呢 这个程总啊 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平台的运营啊 但是要白帽的哦 不要黑帽的哦 不要灰帽的哦 不要黑科技的哦 我们要白帽的运营成人 我说 深圳不是满大街是吗 他说不行 深圳的很多都是黑帽的 实在不行都是灰帽的 我们要白帽打法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身家性命放在一个 一天冲上去 一天掉下来 分分钟连公司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人的身上去 我们要稳健的增长 然后发现这行业 你找了半天 没有所谓的所谓的白帽的卖家 也没有什么白帽的这个运营 我说有 只是你们都没看上 都没盯上 就在我们广州 就在我们珠三角 就在长三角 就在沿海 有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都有这样白帽的卖家 我们换个词 不能叫他们白帽外家 这是侮辱他们 叫正常做生意的商人 正常去做产品品牌出海的人 我们最近被一些 我们忠实的关注者 读者观众的卖家的老板 希望我们去到他们公司 去给他们讲讲 你们是怎么样去做 这个行业分析的 你们是怎么样去做 这样一个案例分析的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现在需要去培养 我们的这些原有的团队的同事们 无论是入门的同学 还是是进阶同学 还是高阶同学 我们往往在做分析的时候 总觉得差一点什么东西 你说做一个具象的东西 做一个具象的动作 我们现在同事都做得非常的棒 但是当我们去进入一个更深的 更深水道的时候 我们要一个快车道的时候 我们进入更广的赛道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现有的这种方法论 是支撑不起的 一千加万人次阅读 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评论是不洞察 四百加星 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制度 和阿弥陀佛事